来看看新闻网 这次新闻的在线记者6月29日下午 拨通了老人家里的电话 不过看起来今天情况似乎有所变化 今天上午有事没去 那葛老师是不是病情有好转了 还不错现在 从夫人施文心精神的语气当中 不难发现葛老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而由于施老要睡午觉的习惯 于是女儿葛家向记者透露了更多 关于葛存壮老师的病情 她就是中风脑梗 严重一点吧这次就是 右边脑梗就会影响左边的身体 就导致了行动不变 反正现在康复 半年之内不是说是黄金期 在半年之内赶紧抓紧康复什么的 争取能够早点走路什么的 那葛老他现在的精神状况还正常吗 他头脑都一直特别清醒的 那吃饭什么的都可以吗 没问题 虽然老人现在依旧不能下敌走路 但是精神状态非常良好 还是让许多人宽心了不少 而目前全家人包括儿子葛优一家 女儿葛家一家和老伴施文心 都陪伴在葛老身边尽心照顾 我哥是每天也会到 正好也没有决定上什么戏 他就下午到 然后晚上回 我妈呢是上午到 我哥会待到比较晚 待到我爸睡觉 天多钟九点半 我妈呢就是待到七八点钟 老伴的脾气也好 我们是从这么一个年约来过来的 很珍惜我们今天能有这么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家庭 哥村壮老师是我国老一辈电影表演艺术家 因出演电影《矿灯》 《小二黑结婚》 《小兵张嘎》中一系列反派人物而深入人心 如今虽然83岁高龄 但对于电影的追求还是孜孜不倦 据悉 葛老的中风是从08年开始落下的 2011年也曾复发过 当时老人原本答应出演张阳导演的《飞跃老人院》 住院期间 葛老还尽力想完成自己的承诺 虽然留下了一个遗憾 但新戏电影的葛存壮 还是特意嘱咐儿子葛优 参加了电影的首映里 如今逐渐退出电影圈的葛存壮 《洋洋宠物看看书》 或者《遗养天年的安详万年》 此番老人抱恙 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1994年葛存壮也曾经历过一场大病 当时被查出左心房长了一颗瘤 必须接受危险的开胸手术 我做过一次大手术 那时候做手术也冒着很大 风险很大的 等我做完手术到监护时 又过了两个小时 那个麻醉药才过去 过去以后 第一眼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我的儿子葛优 他喊了一声爸 我说没事我挺好 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 相信葛老这一次也一定能够逢凶化吉 渡过难关 新闻在线采访报道 祝愿葛存壮老师的身体早日康复了